严密说,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见客户怎么样 见客户你穿那么帅干嘛 那见女客户肯定要注意形象啊 我代表的可是公司 女客户,是那个圆圆吗 对啊,就她呀 你俩上次没来演出了,那是正宁谈合作吗 那人家喜欢我,我总不可能拒绝吧 那我们俩公司之前还有合作呢 那我都算为公司健身了 想要拒绝还不简单,我帮你啊 不跟你扯淡,你帮我干嘛 帮我去买点好茶,再买两条中华 我要用来送礼 嗯,知道了 女生是不是都喜欢化妆品 再帮我准备套化妆品 好久不见啊,袁总 好久不见啊,这是我前两天逛街买的 还蛮不够你气质,送给你 还是袁总有眼光啊,你看 我也给叔叔准备了一些礼物 就是一些好饮好茶 我也不知道叔叔喜不喜欢 来来来,秘书你先拿 什么啊 我照顾你丰富买的呀 我 套总,你还挺幽默 我这个人就比较喜欢活跃气氛 那个,我还有给你准备礼物了 女生是不是都喜欢化妆品,是吧 来来来,袁秘书那个 来,给我 你这他们买的什么东西啊 我这也是让你丰富买的啊 我 袁总,是这样,我觉得 就是送什么都没有 就是请您去家里吃顿便饭来的 有诚意,是吧 今晚有没有空,我让我严秘书下厨 他手一口好了,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好吧,我要吃三杯鸭 三杯鸭会做吗 当然 袁总,我跟你讲,我们那样口味差不多 我也喜欢吃三杯鸭 来来来,就当了 快尝尝我们的这个三杯鸭 鸭 浩总,你不喜欢我可以直说 没必要一天刷我三次吧 不是,袁总,你听我解释 那个,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幽默 我这个就开玩笑了 我就知道你懂幽默 我帮我拿东西 啊 那个袁总,你不是说这个比较符合我的气质吗 你这幽默气质还是适合带小天才 我 我 你这都整的什么东西啊 我这不都是按照你要求做的吗 我 袁秘书待会那个会我不参加了 我要去约个会 年度总结这么重要的会你不参加 你约什么会 这不快过年了吗 我回家总得有点交代吧 行政交代下去 一会儿就明天再开 不是 你干什么 你主持会议就行了呀 我去跟你赴约 我去约会 你跟我赴什么约 我去给你开车啊 你想 你一个老板 如果有保镖或者秘书陪着的话 多有面子啊 有道理啊 那那那你开车送我去吧 这位是 他是我 他是我秘书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呢 我再去点一杯 啊 我 他怎么不吃醋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们一下有两套房和一辆车 这些呢都是我的嫁妆 嗯 彩礼的话 你看着来就好了 对于这些 其实我也没啥想法 哦 婚后 我可以把我的那个 工资都交给你来管 我相信你可以帮我管好钱呢 哇 你看看你 有钱了不起 没有没有 我相信他肯定不是物质的男人 就是啊 我又不是看钱的人 你看看 这么好的女生很少见了 好吧 我就不信了 这么好的女生 怎么会看上你 脱单了 你得请我吃饭啊 我给提醒一下你啊 往往贪便宜的最后都会得到最贵的 你这从哪来的外道理 一看你就不了解他 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他跟我说他喜欢小孩 啊 那你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吗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呀 我 我男孩吧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生个男孩 啊 你说生男孩就生男孩呀 我还说我能把他生双胞胎呢 那我就能给他生个龙凤胎 那我能让他三年包两五年包吧 你行吗你 你 天啊 你怎么去家了呀你 你好可爱 这个都搭着了 可可可可可可 可可可可